黑名單篩選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主要就是希望能夠把 這些查詢名單的結果查出來 那總共會有一千個人 不過其實底下還有隱藏的 Ctrl 向下 一千的底下其實還有 一千零一、一千零零二下面其實還有 不過其實為什麼 你說老師 為什麼你要這邊插入一個空白 主要原因是 因為總共其實本來有五千多個人要查 不過我覺得查五千多個太多了 跟著把它從中間砍掉 所以練習的話 其實只要練習到一千就好 底下可以不用查 然後把一千個Email信箱 是不是黑名單查出來 所以以後如果類似像這樣 有兩個範圍的資料 你要比對的話 特別注意 你就一定要學會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用Conv 所以第一個你要會Conv 第二個的話呢 用定義名稱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所以定義名稱 定義一個黑名單 再利用Conv去查詢 查完之後如果有 所以Cont就是算數量的 一幅就是條件 那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幫我選 那第三個就是用篩選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這個範例 你至少會學到三個很重要的技術 第一個 如何定義名稱 第二個的話 如何使用Conv 反應數 第三個的話 如何使用篩選 取得黑名單的這些資料 然後把結果貼過去 就完成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會有三個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的話 如何定義名稱 那什麼叫定義名稱 前面好像有講過 就是如果說你將來要選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話 它不是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將來你要指定那個範圍 其實很麻煩 所以一般習慣會這樣子 就是呢 你可以先取得名稱 名稱的話 叫黑名單 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呢 第二步的話 取消 然後把底下的這個範圍 底下從哪裡 從A2有沒有 一直幫你選到最底下 那選的方式 當然以前你們是用滑鼠這樣按住 不要放 然後一直往下拉 可是它要兩萬多個啦 兩萬多個你要拉到什麼時候 哇 我說我是好球 還沒到還沒到 所以千萬注意 不要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要把它選到底的話 交給我一招 還記得吧 之前好像有講過 選到底的話 記得優標先放A2 按下一個快速鍵 叫Ctrl Shift 向下就可以了 這樣就選到底了 有沒有 馬上選到22223 自動到底 你千萬記得 你不要傻傻的 直接從那邊選到2萬多 我看 選到下課你就選不完 OK 接下來的話呢 選完之後呢 請你再到它的上方會有名稱方塊的一個位置 這裡 直接就把黑名單篩選 黑名單直接輸入到這邊 然後按Enter 這樣的話呢 以後 Esser就知道說 你有一個範圍 名稱就叫做這個什麼黑名單 如果你要提取黑名單的名稱的話 其實按下F3 有個快速鍵就F3 它就可以直接提取這個範圍 我是覺得這個方法是非常棒的 有點像一個關聯式資料庫的概念 好 所以喔 選完1選完之後 2的話呢 優標放在這個名稱方塊上 把它貼上 或者自己打也可以啦 然後呢 再按個Enter 記得喔 打完這個黑名單三個字 Enter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以後呢 你只要把這個範圍再選一次 優標放A2 Ctrl-Shift向下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 它這個名稱方塊裡面 出現了黑名單三個字 表示你的定義名稱是成功了 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在公式裡面的一個名稱管理員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出現一個叫黑名單 有沒有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如果你要確定說你的這個定義名稱是正確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找到黑名單 看一下呢 這個黑名單的對應的 參照到的範圍是否正確 它參照到哪裡呢 它參照到這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工作表怎麼表示呢 等於黑名單 驚嘆號 驚嘆號 驚嘆號前面的話呢 就是表示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驚嘆號的後面呢 就是它的範圍 從哪裡呢 從A2 A2在這裡 然後中間有沒有 加一個冒號 冒號的話就是一直往下 到哪裡呢 到A的22 223 就是一直剛好向下 那假如說你這個範圍不對 你就自己改 改完之後前面不就打勾 打勾OK 那就定義成功了 所以第一個 請你先把黑名單這個名稱先定義好 OK定義好了 第一個完成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再利用COGIF 所以第二個 怎麼用COGIF 切到前面的查詢名單 在這邊呢 游標放B2 按下插入 函數 找到COGIF的那個類別 它在統計裡面 記得在統計 找到COGIF 往下C開銅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堆的跟COG有關 COG的又算數量 所以COGIF這邊有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COGIF這個函數呢 你可以看下方 它其實就是要跟你要兩個資料 第一個就是你的範圍 什麼範圍呢 就是你要比對的那個 其實就指黑名單 逗點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條件 條件就是要幫我找這個email 所以你就給兩個東西 一個是黑名單 一個是這個儲存格 它就會幫你把 這個儲存格的email 直接幫你從 在那個黑名單裡面找找看 到底有沒有出現過的數量 如果有的話呢 就出現1 沒有就是0 我們來試一下 可以看 這個按確定 對齁 然後range的話 就是黑名單 範圍 這個地方你可以自己打黑名單 或者按F3 它會跳出你剛剛定義的F3 就是跳出那個 你曾經定義過的名稱 F3 然後你用選的就好 當然如果你按F3 它不理你的話 你剛剛自己打黑名單也可以 反正這個名稱就是 F3是方便 然後條件的話就是A2 OK 那意思就是 幫我把這個email 在這個範圍裡面找找看 有的話呢 就幫我把數量告訴我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呢 它就找到了 有一個喔 一個就表示它是黑名單喔 所以以後 假設你們從事什麼 餐飲業 不是有很多奧客有沒有 你馬上可以找出它 或者是飯店業也是一樣 如果有一些奧客 不要 像航空業也有 巨搭的 不能 這個人其實之前有犯過錯 不能讓他搭這個飛機 那這樣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刷 大概底下怎麼做 很簡單 快點兩下 這樣的話呢 它就1000個email信箱 就全部比對完了 比對完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如果是1的話呢 那表示 就是黑名單 那如果是0的話呢 那表示 就不是黑名單 所以喔 你會發現到有幾個 前五個4啦 這幾個4喔 那底下的話好像 還有 但是它變成間隔間隔 有的是1有的是0 那這個時候的話 最後喔 你想說老師 那這樣子我怎麼可以 可以把那個1的部分 集中在一起 那我只要把1的部分呢 找到之後貼過去就好 至少有兩個方法啦 不過我覺得比較笨的方法是 油標先放B1 用資料的 資料什麼 排序嘛 有沒有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資料的排序 那如果1要在前面0 在後面的話 請問要按哪一個 A到Z嗎 還是Z到A 1在上面喔 0在下面喔 1比較大還是0比較大 所以1比較大 所以1比較大的話 請記得 一定要Z到A OK 你不要A到A到A一下就會怎麼樣 就0在前面 如果Z到A呢 那就E在前面 那這樣你說 Z到A一下之後不就OK了 對 其實這邊的話呢 就是你要的 但是 你就可以把它Ctrl C啦 然後Ctrl V過去 你又做完了 OK有沒有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這邊把它排序 然後把它貼過來 貼的話 乾脆連上面這個 這個也把它貼過去好了 但是呢 這個有個缺點 變成說 其實如果剛好數量不多還OK 可是如果數量很多 那你這樣貼 好像也不方便耶 貼是OK啦 所以這樣的話 就貼過來就成功了 查完了 最後的話 你 不過有幾個 排序有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呢 它的順序會亂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可能有些數量多 數量少 你沒辦法掌握 所以喔 我是建議 你可以 我把它Ctrl Z 我不用這個A到Z 或Z到A 我用另外一個方式 叫做篩選 篩選的話呢 就是優標先放在B1 然後呢 記得啊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篩選 篩選的話呢 可能會比排序更好 然後這個是1 先放這裡 2的話篩選 篩選的話 就下條件 什麼條件呢 按下篩選 這邊有個箭頭 就是呢 幫我把1的留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 按下它之後 它就會出現有一個小箭頭 下拉 然後你把全選打勾取消 留下1的部分就好 那你會發現喔 篩選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如果你不想看到的 它就不會出現 它只把1的部分呢 讓你看到 所以你會發現0呢 0不見了 有沒有 0跑去哪裡了 其實它幫你隱藏起來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一樣嘛 選起來 就很好選的 然後再把它複製 貼過來 不過最後的話呢 貼過來之後 Ctrl C 然後把它再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好 那再切回來 那最後記得喔 因為你要把它恢復啦 所以最後呢 請你再按一下篩選 讓它回到剛剛的狀態 這樣就OK了 我們就很快查完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會三個步驟的方法 基本上 完成這件事應該不困難 記得喔 1先定義名稱 2用Count if 3用篩選 把它複製過去 這一題 就完成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試看喔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試看喔 1 1